日本经济新闻周二引述多名消息人士称 苹果已经削减了iPad平板电脑的产量 以便将更多的零部件分配给iPhone 13 透露出全球芯片攻击紧俏对苹果的打击比先前暗示更大 日经网站称 过去两个月 iPad产量比苹果原计划少了一半 原打算用于旧款iPhone的部件也被转用于iPhone 13 尽管因亚洲工厂关闭及下半年需求高起 使iPhone 13生产受到影响 但败其强大采购力量 给予芯片商的长期供应合约之次 苹果应对芯片攻击紧俏的情况 优于许多其他企业 第三季抢走对手的市场占有率 日经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称 苹果以iPhone 13产量为优先 部分是因为公司预测 随着西方国家市场开始走出疫情影响 iPhone 13需求将强过iPad 苹果尚未回复路透有关查询 果尚未回应 O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